第一點,其實到現在為止,公安問題都還沒審 他是不按圖施工,被勒令停工的 他每次都說我們施設的刑堂,我就明白講 我設的刑堂他根本都還沒走進來,都還沒到那個時候 董事長趙團雄出來,他一度就是說懇求市府放過他 然後另外一部分都講說他放低姿態說他是一件草民 把你捧得跟神一樣,你怎麼看他的說法 他說什麼? 他是一介草民 好啦,下一題 市長,昨天看趙騰雄的態度,他好像有點委屈的樣子 你怎麼看他開記者會的態度? 其實他每次都說人家要放過他,他要放過他自己 再講一遍 你是不按圖施工被抓到,才被勒令停工的 你要嘛就按原圖施工 那如果你要按照新的圖施工,那你就要來申請建造變更 這好像這樣講 他每天都說要施工 做個比喻,就好像他說我要坐火車到高雄 可是他也不買車票 也不來排隊 甚至也不來車站 那每天說他要坐火車去高雄 那怎麼處理? 所以你要復工 你要來申請建造變更嘛 就這麼簡單啊 謝謝 谢谢大家